内蒙古江域辽阔,地大物博,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南北跨度1700公里,狭长的内蒙古横跟在中国北方,是一条连接东北和西北的大动脉,更是巩位华北的军事要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献牛羊,是对内蒙古的真实写照。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个强悍的民族,蒙古族。 早在十二世纪末,成吉思汗就率领他的将士们,击退强敌,统一蒙古,在马背上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天下。 这种骁勇善战的拼搏精神,和豁达奔投的民族风情,深深地融进了蒙古族人民的血脉中,代代相传。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游牧民族之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创造了蒙古族独具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 希拉木人草原,位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海民一家在这片草原上已经生活了七十多年。 从最初的蒙古包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砖瓦房,来供一家老小的居住。 清晨,天刚蒙蒙亮,海民大哥就已经起床准备开始挤牛奶了。 这里的牧民喝的牛奶都是自家养殖的牛挤出来的新鲜牛奶。 味道纯香鲜美,还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 草原上的人们早餐是离不开奶茶的,俗话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口无茶。 奶茶背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清朝。 在清朝期间,内地一些商人来到草原,他们通过砖茶来跟牧民们交换用品。 有了砖茶的牧民们和牛奶结合,就有了今天的奶茶。 奶茶的原料也非常考究,大多数以黑砖茶或青砖茶为主。 茶叶的选择构成了蒙古奶茶的所有精髓。 奶茶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先把砖茶掰碎了,放在锅里加水熬制。 待水成砖红色后,把茶加滤冲。 再倒入新鲜的牛奶和适量的盐。 慢熬煮沸,不断将奶茶养起。 这样煮出来的奶茶才最是纯香。 在咕噜咕噜冒着热泡的铁锅里,熬制成一口温热的奶茶,让人心里都变得开阔起来。 也许是因为气候上的高寒,奶茶赋予人们的也不仅仅是那一抹温热。 还有对寒冷总会过去,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殷切期盼。 内蒙古的奶茶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咸口奶茶。 而与奶茶最为搭档的就是黄油果条,奶皮子和炒米。 炒米,蒙古语叫做胡日阿巴达,就是蒙古米的意思。 它是用剂子,经过蒸,炒,黏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 酥脆咸香,在奶茶里加入炒米,喝一口浓香四溢。 奶皮子,蒙古语称乌鱼末。 八斤鲜奶才能熬制一张奶皮子。 制作工序繁琐,但味道奶香浓郁。 内蒙古是奶制品大省,奶酪又是最为常见的奶制品。 奶酪致印酸甜,是蒙古族人最爱的奶制品之一。 黄油果条是蒙古族的传统小吃。 把牛奶,黄油,白糖,鸡蛋,面粉混合搅拌揉成面团。 切成条形状,放进锅里油炸。 炸好的果条甜香酥脆,奶香四溢。 还可以泡在奶茶里作为早餐食用。 上午十点,凤木回来的海民大哥开始准备炖手巴肉。 这是他的拿手绝活。 今天,他们要迎接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手巴肉,蒙古语抽,布和利玛哈。 是内蒙古最为传统的肉食品。 是草原牧民最喜欢的餐食。 也是他们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如果来到草原,没有吃上一顿手巴肉, 那就算是虚此一行了。 做手巴肉,最好选用肥嫩的小口结羊。 宰杀后包劈去内脏。 再去掉头和蹄,把羊切成若干块, 白水下锅,原汁清竹。 除了盐之外,不加任何调味品。 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羊经常吃野酒和沙葱, 它们自身就已经去掉了山味。 即使不加调味品, 也不腻不山, 味美肉鲜,富有营养。 相传, 成绩思汗在打仗的时候, 后勤就会架起煮肉的大锅。 将士们手抓热气腾腾的手巴肉, 再配以奶茶、果条等。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食物给了战士们力量, 战士们才能身披铁甲骑战马, 气吞万里猛如虎。 手巴肉的吃法也是非常豪爽, 牧民们从来不会用筷子夹着吃肉, 而是手拿蒙古刀大块大块地搁着吃。 人们常说, 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在草原人民的眼中, 吃肉向来是离不开酒的。 人们围坐在一起, 一杯酒, 一口肉, 再满足不过了。 做好了手巴肉, 男女主人依旧没有闲着。 他们正在忙活着为客人准备主食, 蒙古包子。 蒙古包子的馅料为全羊肉馅。 将羊肉剁碎放入盆中, 加入大葱、花椒粉、 味精、胡麻油、 生抽、老抽等调味料。 再加入清水, 将羊肉打成笛糊。 为了使客人吃的习惯, 女主人还特意加入了素菜西葫芦来缓解肉馅的油腻口感。 蒙古包子的面皮是用烫面所做, 形状与我们平常吃的小笼包不大相似, 更像是水饺的形状, 但却比水饺更大一些。 上锅蒸18到20分钟, 热气腾腾的蒙古包子就可以出锅了。 再加点隔壁了!" 高浅到了20分钟, 在炙古包子拿出的小笼包包, 軸 وأ隔壁上升到3个木材上, 而同食堂包子猪肉丁上, 产品째打经典颜色, 看不够包子猪肉、 燒类烦和蒸15分钟, 却络艇收藏天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准备就绪后,客人们也风尘仆仆地到来了 来到内蒙古草原,下车要先喝上一碗下马酒 这是蒙古族最隆重的接待礼仪 已是草原人民的热情 相传,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时候 他端起酒杯,用右手的无名纸站酒,弹向天空 说道,我进天是长生天父亲的庇佑 我们才能生活得如此富足 之后,又站了一下弹向大地说 我进地,是水草宫美的大地母亲 补育了我们草原儿女和肥重的牛羊 第三下,他站久抹向自己的额头 说道,我进我自己 我铁木真是草原上真正的英雄 因为我将要统一草原 建立前所未有的强大部落 说完之后,将酒一饮而尽 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结拜你很大 天上一天草原的神情 请您喝一杯香马酒 蒙古包里早已摆好了水果 和各类草原特色小吃 在草原上,若有客人来到家中 主人们首先就要蒸上香喷喷的奶茶 为客人接风洗尘 缓解旅途的疲劳 喝过奶茶 午宴正式开始了 一大桌丰盛的午餐 是对客人最真诚的欢迎 热情好客的主人们 还拿出了草原上珍贵的风干羊肉 来招待客人 每年冬天 牧民们就会将生羊肉割成小条 挂在阴凉处让其自然风干 既去水分又保持鲜味 到来年春天便可以拿下来食用 肉质松脆口味独特 令人回味无穷 优优独特 优优独特 吃饱喝足之后 客人们开始在草原上玩耍 骑马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项新奇的体验 在古代 人们不论出行或是打仗都离不开马匹 对于骑马的人来说 马鞍和脚灯是最关键的 马鞍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臀部 起到控制平衡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不会骑马的人来说 马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Як自我先说是一项新奇的体验 你便能够过来的行为 像不过要先让我来看 你还能够过来的行为 当然是非那么先人 这个人感写能够了 我应该带着你 想要再让我看 这些人感写了 对于你颇来的行为 在草原上,牧民们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牧 早晨把羊群放出去,晚上接羊群回家 这里的春天往往来得很慢,快要进入五月份了,气温还是很低 傍晚时分,羊群陆续回来,等待了一天的小羊们饿得直叫唤 还有一些无法吃到大洋奶水的小羊羔们,只能靠人工来喂奶 以上,经验,发生了一天的小羊群 有个障害地多年纪 牧群跟你们有关 夜幕降临 宫火晚会就要开始了 宫火晚会是草原人民一种传统的欢庆形式 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喜悦的心情 更是草原人民对尊贵客人表示热情欢迎的一种形式 宫客们纷纷换上蒙古族的服饰 大家一起围着宫火晚会再歌再舞 拉起悠扬的马头琴 唱起让人心醉的蒙古族歌曲 跳起优美的蒙古族舞蹈 蒙古族的宫火晚会 最离不开的就是马头琴 马头琴 因琴头雕是马头而得名 是最具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乐器 2006年5月20号 马头琴音乐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马头琴所演奏的乐曲 具有深沉粗犷 激扬的特点 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生产 生活和草原风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紧非物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篝火映红了草原的夜空 映红了人们的笑脸 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是印象中的内蒙古 勤劳而朴实的草原人民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而这一片辽阔的土地 也承载了所有牧区人家的希望 和梦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